在地里拔草吧 是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 尤其是韭菜地里 这草跟韭菜长得特别像 这真是太费精了 但是我特喜欢干这活儿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特解压 清理完了砸草以后 一行笔直的韭菜 助力在那儿 特有成就感 而且整个这个拔草的过程 我自己觉得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一个解压的过程 它跟那个做饭 打碗卫生还不一样 解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用这个打边器割草的话 也解压 但是它有噪音 拔杂草没噪音 所以我觉得最解压的 还是拔杂草 这眼神要是不好使的话 就把韭菜都给拔了 哎呦妈 哎呦我今儿干了不少活 看浇水呢 胡萝卜种上了 然后我今天给这个韭菜地 出杂草了 出杂草这活挺累人的 它不光是时间的成本 而且你老这么弯着 所以这个腰还觉得 挺有反应的 岁数大了 干农活 体力不支 其实我们家的 头茬的韭菜已经可以吃了 但是最近不是浓忙吗 真的是没时间包饺子 再扛一周吧 我们家人都爱吃小饺子 小饺子多费时间啊 烙韭菜盒子也是可以的吧 这长周末 看看能不能抽点时间 割一个头茬的韭菜 烙点韭菜盒子 那也不错 是吧 是吧